韻高華華裔小姐競選的總決賽 將會在12月12日隆重舉行 而比賽當晚 十位華仔一定會是舞台上的主角 CII陣容方面亦相當強大 我們有經驗豐富的張文謙和金夢儀助陣之外 亦邀請到TVB的性格少新 Sunny陳錦雄為我們擔任大會CII 讓她先跟大家打個支付吧 Hello 陳錦雄 各位加拿大的觀眾你們好 這次來做溫高華華者CII 你的心情是怎樣 還有你會做甚麼準備呢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這個選美的CII 亦是我第一次做一個Live Show的CII 對我來說是很具挑戰性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平時拍戲雖然有劇本 做CII也有CII稿 但是我們有剪接 但現場就沒有剪接了 就要好考CII的執生能力 對於我來說是難的 現在我的準備工作就是 叫他們快點寄台詞稿給我 讓我快點背了他 和他密 至於另一些的準備 就是因為加拿大始終是一些外國的地方 說英文的 所以我也會和兒子說多些英文 因為我怕一間有些嘉莉 他是不會聽廣東話 或是不會聽普通話 就要用很多外語和他的溝通 外語對我來說都是有壓力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去見一見到一些 佳麗究竟他們的廣東話水平是怎樣 最好都是廣東話 因為普通話我也是一般的 這次華者比賽 你打算用怎樣的風格去主持呢 對我來說 也不敢說有什麼風格 可以去呈現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說選美詩兒來說 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何守信、何必師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好像很… 很懂得帶著一些佳麗 去將他們最美好的一面 呈現給觀眾看 所以我也會照顧 對著何必師傅的路向去走 就是希望盡量比較莊重 比較優美 還有盡量協助一些佳麗 至於會不會出一些難題 去考一些佳麗 其實我擔心佳麗出一些難題 去考我就真的 如果有機會再做多年的時候 我就會去熟習這個舞台之後 我就夠膽去出一些難題 去考一下佳麗 你有什麼提示給今屆參選佳麗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明白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在哪裡 因為在舞台表演的時候 其實時間不太長 所以如何把握著短短的幾十分鐘 將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那你問我至於能夠給到什麼 真正的貼士佳麗的 我覺得就是放鬆 還有將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帶給觀眾 那當然了 說就容易做就很難了 那也沒辦法的 因為這個考驗呢 即將會來臨 希望大家努力 謝謝你阿錦雄 那十二月你來到的時候 我們再談吧 約定你 十二月十二號 一起見證 新一屆華裔小姐的冠軍誕生 風趣見譚的陳錦雄 究竟跟十位這麼甜蜜的華者 會在決賽舞台上 拆出怎樣的火花呢 那就要等一個月之後 看看他們給我們什麼驚喜吧 現在就去看看 七號和八號華者的訪問 七號Gloria鄧貝兒的笑容很甜 原來她在學校是參加啦啦隊的 Gloria 你覺得啦啦隊的訓練 和華者的訓練相比 哪一樣更有挑戰性呢 我覺得華者具有挑戰性多些 因為啦啦隊 她注重於體能動作 長時間訓練 口號和團隊精神 而我覺得華者有這四樣東西之外 還有跳舞、Catwalk、移態化妝等等 而且我們還可以學到很多 關於頭髮、皮膚和牙齒的護理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要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 吸收這麼多不同方面的知識 我就覺得華者具有挑戰性多些 如果你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會怎樣處理呢 我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我就會首先面對它 分析跟著解決這件事 這件事完結之後 我就會忘記它 不再放在心裡 我也會經常提醒自己 沒有東西是解決不到的 如果我們不開心又要面對這件事情 開心又要面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樂觀點去對這件事情 這樣反而會對我們有益點 8號Kiko、曾奕彤 雖然年紀輕輕 都有很大的勇氣 踏出第一步參加比賽 Kiko,你覺得自己跟其他九位的華者相比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經過幾個星期的訓練 我覺得自己和其他九位華姐相比 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 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塊無色的海綿 被五彩斑斓的世界所深深的吸引著 我努力吸收並學習著 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那你平時有什麼嗜好的? 在學習之餘 我比較喜歡彈鋼琴、唱歌、讀書 偶爾也會和朋友去做義工 從小我都一直用自己的零花錢 資助了一個失學兒童 如今他也和我一樣上了大學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一直保持著聯繫 我們是生活和心靈上 共同進退的好朋友 那些華者又更新了他們自己的blog了 其實我十位小師妹私底下都很活潑的 你們有沒有上網看他們每日分享的趣事呢? 你們還可以參加網上的遊戲 投票支持你最喜愛的華者 下個星期就輪到最後兩位華者 九號和十號的訪問 記住留意啦